山寨探案實錄 屯門色魔3 奸襲殺3 在適當時間 王永基這樣跟林國偉講 男人大丈夫 我一出就不怕認 我認為越多秘密 我一心裏就越痛苦 你說是不是 聽到王永基的說話之後 林國偉願意和警方合作 首先公出第一宗姦劫案的經過 1992年4月24日凌晨3點多 當時21歲 在屯門大興村居住的林國偉 剛剛被女朋友握了所有錢 在旺角一家酒吧喝啤酒 駕車完屯門公路回家 她的車旁邊 一個的士經過 裡面有長髮的女乘客 樣子跟前度女友很相似 為了追回被握了的錢 她開車跟著的士 見到前度女友 在屯門友愛村愛明流落了車 她把車拍好 在後面跟著她 打算追回被握的錢 前度女友在升降機大堂 等候升降機一陣 林國偉就躲在暗角那裡 前度女友入升降機一陣 她就閃心入升降機 用手插著前度女友的頸 當升降機到某一層 開門一陣 她將前度女友 硬拖出升降機 在後樓梯那裡 將她強姦了 完事之後 她才知道 那個少女 不是她的前度女友 為了掩飾罪行 隨手 搶了少女的手袋 和金色逃走了 這次強姦引發了 林國偉的壽性 6月26日 32歲的爺總會女士認 凌晨4點半下班 乘的士回屯門見身村 成為她第二個獵物 8月22日凌晨時分 林國偉在屯門新和里 將一個39歲的女子握頸 拖入草叢裡強姦 林國偉只是承認和交代 這三種姦劫案 和在紅磡導致落網的 姦劫案過程 對其餘的案件都說不知情 黃永基知道 要林國偉完全坦白交代 還有些時間 但這個現在是一個好的開始 幾日之後 林國偉再供出另外兩種姦劫案 包括12月3日 凌晨零時左右 在屯門大興村興平流 在後面白頸枯暈了一個女子 將她強姦並且洗劫 12月28日 一個女子和丈夫唱卡拉OK 她丈夫一日早上去上班 就自己先回家 在凌晨4點多 回到又愛村愛德納那陣 遇上林國偉在梯間被強暴 和劫走財物 林國偉供出的五個姦劫案 和專輪小組接手偵查 這件案的推測相符 警方有意將五爺人狼案 列入警方教材 這件案可不可以偵破 將林國偉承之於法 是黃永基由總督察 升級到警司的考試 黃永基試圖在林國偉口中 查證犯案周期的理論 黃永基隨意問 10月發生的那宗姦劫案 是不是你做的 林國偉想不到黃永基會這樣問 衝口而出這樣說 你怎會知道的 報紙都沒有燈的 林國偉每次犯案之後 都留意報紙和報道 確定受害人有沒有報警 和警方的偵查方向 黃永基說了謊 跟她說 她早幾天才來報案 講一下當時情況 印證一下是不是她 林國偉記得那一天是10月25日 凌晨4點多 在田景村田翠樓奸劫的女子 這個女子是沒有報案的 連同這種沒有報案的奸劫案 林國偉的犯罪周期 莫得引證 不過黃永基仍然希望 直到12月3日發生那一宗 為什麼和犯罪周期是不同的 林國偉就說那一宗是突發事件 那一天我都沒有想做 回家那一陣子 那個女人見到我 突然叫 我怕驚動其他人 就把她弄暈了 拖到樓梯之後 把她強姦再拿財物 林國偉雖然承認這七宗奸劫案 但否認和三宗奸殺案有關 她落網之後 警方拿了她的DNA 和遺留在受害人身上的精液 讓本核對 證實她是和李慶和劉小敏的死有關 現在唯一難以確定的是密小涵 她是這麼多受害人裡唯一 雖然DNA環境證據證實 林國偉和李慶和劉小敏借死是有關 王永基希望她可以主動承認 同時希望能夠確定密小涵 是否都是去殺 為了取得林國偉的信任 王永基在自己的辦公室裡 和她錄取了口供 王永基的辦公室 大約70平方尺這麼大 是一個長方形的房間 門口放了一部模擬飛行駕駛倉 王永基有小型飛機駕駛執照 這部駕駛倉是用來鬆弛精神緊張時用的 每當濕水陷入困局 操作駕駛倉 往往會想到破案線索 房間裡面除了駕駛倉外 還貼了不少性感海報 另外就是王永基的辦公桌和文件櫃 林國偉入了辦公室後 對駕駛倉感到很好奇 言談之間很羨慕王永基 可以駕駛小型飛機在天際翱翔 為了解犯案心態 王永基沒有盤問案情 只是和林國偉講人生道理 日常生活 林國偉在1971年在屯門出生 他的親生媽媽是爸爸的第任妻子 他爸爸與酒殘暴 經常對妻子拳打腳踢 在他三歲的時候 兩個人離婚 林國偉的媽媽離家出酒之後 不知道去了哪裡 林國偉和哥哥姐姐妹和爸爸一起住 林國偉的爸爸是一個山果小販 性格暴躁 整天沉迷賭博 試酒如命 經常都喝醉紛紛的 回到家就打子女 子女各自在街頭榴槤 一家人的感情很淡薄的 缺乏母的林國偉 形成孤僻性格 朋友很少的 喜歡欺負一些小動物 在家的時候 只顧著看電視和砌模型 中一之後 沒有再讀書 做過工廠 餅店和裝修 大多數都是操縱工作 他練到身材見識 和一身好力氣 1985年 林國偉的爸爸欠了第二冬錢 逃回內地 娶了賴秀容做妻子 申請他來香港 賴秀容將林國偉的小狗 扔了出去 林國偉很討他 對他沒有感情 16、17歲的時候 林國偉是打架商人 被判入南童院 離開南童院之後 他開始藍交和飛車 他性格很強 一個禮拜召妓兩三次 還在卡拉OK和酒吧 這種場合 認識女生 他和這些女生的關係 都不長久 案發前一年 還達到藍交地步 試過一個月之內 和五個女友有性關係 除了藍交之外 他喜歡喝酒 吸食大麻 他又很喜歡賭錢 每個月書三四千元 地埔的時候 欠了一萬多元的債 林國偉說 人人都說我是垃圾 看我不起 我做一件軍天動地的事 我不是垃圾 林國偉難得有黃永基這個知音人 將心裏埋在很多年的怨氣一吐而清 講完之後 如飾重複 伏在黃永基辦公桌上睡著了 黃永基沒有騷擾他 趁他睡著的時候 將整件事重頭整理一次 這個時候 他感到放置駕駛艙的位置 溫度突然下降 這種情形並不是第一次出現的了 通常即將徵破案件之前 都是這種現象的 他都沒有辦法解釋 過了大約15分鐘 林國偉醒了 第一句就問 你教我玩那部機器好嗎 黃永基教林國偉用那部駕駛艙 林國偉玩了十幾分鐘之後 用手指由黃永基背後講 他們三個都是我殺的 黃永基轉身 他後面只是一道門 林國偉在警戒作弓的時候 承認監殺李慶、劉小敏、密少賢 一直以為沒有被強姦到的密少賢 原來都不可以幸免 林國偉強姦密少賢之後 叫他穿上衣服才將他殺死 密少賢剛剛越經離潮 加上被發現那陣衣物完整 警方一直以為他沒有被姦污到 8月7日晚上6時 林國偉由警方壓送到屯門 由愛村愛信樓 從早在1993年2月24日凌晨4點 發生的一宗奸殺案 案中的死者是李慶 之後探員將林國偉壓到大興村 興勝樓五六樓梯間 從早1993年4月14日凌晨5點 發生的一宗奸殺案 案中的死者是密少賢 8月8日晚上10時10分 林國偉由探員壓到紅磡益峰大廈 從早1993年5月24日凌晨4點 發生的一宗奸殺案 案中的死者是劉小文 8月9日 林國偉在屯門法院提堂 法官認控方要求 將他壓後到8月12日 以待警方續續一步調查 被告不准保釋 交由警方看管 被告林國偉22歲 報稱裝修工人 被控在1993年8月5日 在紅磡美景街和美光街 一條後巷強姦了一個女人 林國偉控罪在紅磡發生 大陣在屯門提堂 顯示他是和屯門區 多種風化案是有關係的 8月12日 林國偉在讀在屯門法院提堂 時被加控16項罪名 包括3號謀殺 13號行劫和強姦 控法庭上指出 由於需要更多時間繼續調查 要求將案件壓號到9月3日 以便控方安排案中有關人品 接受維持原因子 即DNA的化驗 控方說被告患上反社會人格 並不是精神病 要求裁判官下令被告接受精神檢查 這宗案原本有127個證人 聆訊本來要2個月 基於被告承認8項強姦罪和7項行劫罪 他只是否認3項謀殺罪 聆訊縮減5天 財務官問林國偉有沒有話想說 林國偉就說沒有 1994年9月22日 案件在高等法院開審 被告林國偉承認15項姦劫罪 但否認3項謀殺只是承認誤殺 控方不接納被告承認誤殺罪名 同培審團指出 聆聽精神科醫生的證供之後 認為被告犯案時精神失常的話 就可以判誤殺 如果認為被告沒有任何精神問題 就應該裁定謀殺罪名成立 林國偉在庭上表現鎮定 聽取控罪那一陣 都要清晰的聲線和肯定語氣回答 問他是否承認謀殺時 他很冷靜地說 我不認我認誤殺 9月23日 林國偉無想證人台自便 法庭傳召 兩個精神科醫生上庭作供 周易8年的外籍精神科醫生 康伯威 在庭上說 他在1993年12月22日 去小南精神病院 先後接見被告兩次 綜合所得資料和觀察所得 確定被告患上性格精神變態病 被告無法和其他人建立正常的人際關係 有反社會行為和厭惡社交 無法控制自己的脾氣和行為 這個性格對被告和社會都是有害的 康伯威說 被告在前度女友引渡之下染上酒癮 酒癮一直加深到無法控制地步 被告喝酒後更加不可以控制脾氣和行為 容易發怒和有暴力傾向 康伯威說 被告有濫用藥物和出去駕快車 案發之前被告遭到多方打擊 包括工作不如意 女朋友拋棄她 令她精神抑鬱 要喝酒解悶 令她更加無法控制自己 康伯威說 被告的病況在殺人那一陣達到最高點 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表現 病況已經符合法例上的精神失常定義 終於減輕她的刑責 9月26日 青山醫院精神科顧問醫生 阮長鏗 代表控方出庭作工 阮長鏗在庭上說 被告雖然是精神變態 但不是神經失常 犯案一陣甚至是清醒的 她說 被告有足夠意志力控制自己 並不是好像辯方律師所說 被告在精神失常和不自我控制 情況之下殺人 阮長鏗說 被告在警戒作工那陣 多次都說 我或者控制性衝動之下犯案 這些都是被告為了脫除的藉口 阮長鏗特別強調這一點 被告的情況 未至於不可以控制自己 只不過她沒有嘗試控制 被告的證據中 一早知道自己做錯事 但又一錯再錯 一個人如果真的不可以控制自己 而犯罪的話 事後都有強烈的焦慮和感到不安 非常後悔 被告正在殺害最後的受害人那陣子 才感到有點後悔 被告犯案之前都是喝酒的 但份量就不喜歡令被告不清醒的 被告有能力口述案發的過程 可以記得到她犯案時甚至是清醒的 被告曾經說犯案動機只是打劫 後來才演變成強監 但實際上被告容易性衝動 才是最主要的導火線 陸兒信在1985年起擔任主控官 他和陪審團做結案陳時那陣子說 陪審團唯一要決定的 是被告三次殺人那陣 是不是嚴重精神失常 陸兒信說 控方不同意辯方所說 說被告嚴重精神失常的說法 強調醫生是不可以代替陪審團作出裁決的 陸兒信和陪審團說 如果陪審團相信被告殺人那陣 精神嚴重失常 就不可以裁定被告謀殺罪名成立 代表被告大律師王希耀提醒陪審團 不要感情用事 不要因爲這件悲慘案件而左右為難 王希耀說 陪審團應該拼除一切天見 根據法程上的證供 去做真實的裁決 不要受到傳媒報導的影響 9月27日法官在引導陪審團裁決那陣強調 除非有足夠證據 證明被告殺人那陣神智不清 先做一個減輕刑責的可以判誤殺 否則應該裁定被告謀殺罪名成立 法官提醒陪審團要根據事實和理智去判決 不要感情用事和對被告存有偏見 陸南一女陪審團退停須二一小時 一致裁定被告三項謀殺和傷害他人身體罪名成立 大法官貝禮隨即宣布 林國偉三項謀殺罪判終身監禁 十五項奸劫罪押後明日宣判 9月28日 辯犯大律師王希耀求情那陣說 被告所犯每宗案都是悲劇 無法之挽回 被告犯了這麼多件案 亦難免被判處長的刑期 被告除了謀殺罪之外 全部承認其他控罪 充分與警方合作 請求法官不要判終身監禁 大律師說 被告幻想性格混亂和心理失常的精助 精神病專家認為他並不是不可以治療 只是需要較長時間 判被告長期監禁已經足夠了 大法官貝禮在判刑那陣說 被告在一段長時間 犯了一連串罪陷 向受害人使用暴力 案情致以為惡劣 被告往跡顯示性格不穩定 有可能再度犯案 這是對香港所有婦女 構成難以容忍的威脅 因此 需要處於最高刑罰 被告犯案陣很暴力 對社會危害性很大 三項謀殺罪各判一次終身監禁 八項強姦罪判處終身監禁 已顯示案的嚴重程度 另外七項行劫罪名入獄七年 全部刑罰同期執行 林郭偉一日三項謀殺罪 被判三次終身監禁 八項強姦罪判終身監禁 一共被判處四次終身監禁 開在香港司法史上判刑最重的一頁 在香港強姦罪一般入獄五到十五年 只有最嚴重的強姦罪才會判終身監禁 1974年 土瓜灣明月大廈奸殺案兇手李文輝 是香港首中以環境證供起訴案件 受審一陣被判手聯裁定罪名不成立 李文輝期後一日多宗連環監禁 被判終身監禁 2004年他在監禁中承認明月大廈奸殺案 警方調查後沒有起訴落去 案件不了了之 林郭偉定罪後 在赤處監獄單人囚室服刑 他是甲級犯人在監禁中負責做信復工作 1995年他不服判刑提出上訴申請 要求推翻三項謀殺罪 八項強姦罪判處無期徒刑 1995年8月16日上訴庭聆訊和作出判決 駁回他的上訴申請 林郭偉上訴失敗後一直自暴自棄 1998年後一日他突然之間大叫 我不想死在監獄裏面 之後努力學習 自續進修 考獲英國倫敦工商會考試 2002年5月17日 獲得懲教署頒發證書 《午夜人狼》這種案件 其後被拍成電影《屯門色魔》 1994年12月30日在香港上映 警務處和香港電台聯合製作的執法群英 其中一集《半壽人》 以《午夜人狼》為藍本 在2003年2月14日播出 《午夜人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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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夜人狼》